各位观众好 下背痛是一般人最常出现的问题 症状比较轻的 只是一般脊椎肌肉群过度紧张而引起的疼痛 严重的话 像是脊椎拉伤所造成的脊椎 土隔关节病变 因为脊椎破裂而到椎圆盘突出 合并游离碎片到脊椎骨骼 磨损推化而形成了骨齿的问题 长期以不正确的知识颁过重的物品 许多劳工朋友需要搬运重物 却没有发现自己都是以不正确的知识进行搬运 让脊椎受到强大的负担 如此一来 容易造成脊椎关节病变或是椎心盘突出 长时间以不正确的知识坐在电脑桌前 现代人依赖着电脑从事各项工作 在电脑前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且坐姿呈现弯腰头背 腰椎受力时间过长 压力过大 导致椎间盘突出 脊椎早已出现疼痛的情形 却迟迟没有就医检查 老年人脊椎用久会退化 产生一些骨刺 骨刺一般不会造成症状 但一旦压迫到神经造成所谓的错谱神经痛 可能就无法正常的行走及生活 轻微的精神盘突出症 可以藉由药物搭配附件治疗来改善 如果下背痛的情形 持续达六周以上 经过专业医师评估之后 即可能需要经过手术治疗 尽快改善脊椎问题 许多长期受到下背痛所苦的民众 因为担心传统脊椎手术风险高 只敢吃药控制 不敢尝试开刀 但目前的内置性手术 与传统手术比较起来 改善了许多传统手术的缺点 传统手术进行时 需要全身麻醉 切除部分椎板及脊椎旁边的肌肉 并且剥开神经干 可能产生肌肉纤维化 留下5到10公分的大发痕 且因破坏了脊椎结构 手术之后可能会有脊椎不稳定的情形 病患也需要忍受较长期的住院期 及恢复期 而新型的内视镜微痛手术 是在X光定位下 配合特殊器械电视萤幕 只需要在皮肤上开一个 0.8公分左右的伤口 将内视镜直接导入突出的椎间盘 夹处突出的部分 如此一来 除了不会破坏肌肉骨骼系统 术后也不会有神经沾黏的情形 让死手术治疗队 避患身体结构破坏减到最小 而且尽量不影响整体功能 达到后遗症少 避发症少 功能恢复快等目的 举例来形容 就像一部结构精密的高级原装车 如果遇到故障需要维修时 不需要拆开整体结构 而是直接用电脑诊断加上内视镜就可以进行维修 但却没有破坏整部车体 功能完全没变 修理完成之后还是一部原装车 若您有连续下背痛的情形 请您尽快就医 尽早解决病痛 改善您的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